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雖然道路去去困難陷阻 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到在 不能明白為何我始終擔 但我始終相信你一直牽著我 那場為我弄開 把海流露出來 我要當時選擇 耶穌第一次都在 你手上的頂號 當前是全大海 我要當時選擇 耶穌第一次都在 雖然道路去去困難陷阻 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為何難始終擔 但我始終相信你一直牽著我 那場為我弄開 把海流露出來 我要當時選擇 耶穌第一次都在 你手上的頂號 當前是全大海 我要當時選擇 耶穌第一次都在 我要當時選擇 耶穌第一次都在 你的話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你的話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你放手我的心懷 握我的雙手不分開 你的話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你的話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你的話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你放手我的心懷 握我的雙手不分開 大聲為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大聲為我落開 把海流露出來 大聲為我落開 把海流露出來 我要當時選擇 耶穌第一次都在 你手上的頂號 展現世家的愛 我要當時選擇 耶穌第一次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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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都在 你跟著我們 主你帶領著我們 走每一個集結 主啊我們要宣告 你是大有能力的神 哈利路亚 主的身影 大有能力 主的身影 大有威严 祂分岁 走地的黄园 祂遵随 生命的恐惧 耶和华 红包中张脸 耶和华 慰望到永远 耶和华 赐我们力量 耶和华 赐我们平安 Sh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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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身影 大有荣耀 主的身影 满有力量 祂找回 是上帝人 祂呼唤 男子回家 耶和华 耶和华 风暴中张脸 耶和华 回望到永远 耶和华 赐我们力量 耶和华 赐我们平安 Sh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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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你知道这首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歌你知道吗 耶 是我们在宣告神的话语神的声音很有能力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你的家你的生命有什么困难 我要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要用你要宣告宣告阿爸天父你是大有能力的 阿爸天父你是有力量的 我们要宣告我们要要上帝只有我们的嘴宣告在哪一个困难我不知道你的家你的生命有什么东西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生意你的生活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祷告我希望一起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我们一起宣告好不好 Hallelujah 主的身体 他有能力 我们一起宣告 主的身体 满有违约 他粉碎 抽屉的黄月 他争碎 生命的恐惧 耶和华 红包中藏钱 耶和华 耶和华 回望到永远 耶和华 赐我们力量 耶和华 赐我们敏感 夏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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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身体 赐 赐 夏洛 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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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呼喚 仍慈回家 耶和花 红包从掌权 耶和花 回望到永远 耶和花 是我们的力量 耶和花 是我们平安 城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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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多少 主啊当我们宣告 当我们把我们的主啊 每一个主啊你说过你的话语 把全部主我们主啊 我们很担心的东西 我们的害怕 我们把全部 父子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 主你说你的平安 你的平安 来环绕着我们的心思意念 环绕着我们的心思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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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要给Tristy声音 给Tristy声音 我们要主啊 主啊 每一个害怕 每一个害怕 每一个担心 每一个担忧 你的话语说过 当我们把父主耶稣的名交给祢的时候 交给神的时候 祢的平安 缓了着我们的心思意念 主啊 所以我宣告祢的平安 在这个时候 缓了着我们的心思意念 主啊 再一次给我们力量 再一次给我们力量 勇气 从祢而来的信心 从祢以来的信心勇气 谢谢祢 祢爱祢的子民 祢爱祢的子民 我感谢祢 我感谢祢 你的宝宝费 为我留 包围是假装 依自恨的永留 是我完全的自由 包围是假装 你的路 自我善你 主耶稣 我服不敬拜祢 包围是假装 依自恨 是你说你的愿 祢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 为我认生 带我出黑暗 进入幻灵过渡 使我再次能看见 谢谢你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宝血 为我而修 但或是假装 依自恨的永留 是我完全的自由 包围是假装 你的路 是我身体 主耶稣 我服不敬拜祢 主耶稣 我服不敬拜祢 主耶稣 我服不敬拜祢 那会是假装 依自恨 是你说你的愿 祢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永远不会改变 那会是假装 依自恨 宝血的地 宝质 依自恨 那会是假装 是如果没有伸心 那会是假装 你的闪 然后没有 我服不敬拜 列宝质 依自恨 耶稣 我服不敬拜祢 这些世网 你的纪力 到时候 依自恨 主耶稣 我不不敬拜祢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祢所遇的愿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我神的 主耶稣 我不不敬拜祢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祢所遇的愿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我神的主耶稣 我不敬拜祢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祢所遇的愿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的旧恩 是祢所遇的愿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 我谢谢祢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主啊 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季节里 我们要祢帮助我们记得祢的爱永远不改变 祢的话语不改变 主祢帮助我们记得 记得 记得 抓住祢的话语 祢的承诺 祢所说的 祢必定做 因为祢是信实的神 阿们 祢是信实的神 祢是信实的神 我仍要信靠耶稣 祢是我的一切 我信所依靠祢 当我的心动药师 当我的心动药师 我仍要赞美耶稣 祢是我的盼望 我信所依靠祢 祢是我的盼望 祢是我的盼望 我信所依靠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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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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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所依靠祢 祢是我的盼望 我信所依靠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 耶稣永远 掌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 掌全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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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永远掌权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永远掌权 拜托 你向我是痴爱 Hey yeah 我要歌手祷告 你是我的诗歌 我的避难所 叫我抬起头的身 拜托 你向我是痴爱 Hey yeah 我要歌手祷告 你是我的诗歌 我的避难所 叫我抬起头的身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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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永远掌权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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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永远掌权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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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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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興奮 今天真的很興奮 第一件事就是我媽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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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感謝主 有時候你不知道究竟是甚麼情況 有時候你不知道是甚麼情況 所以頭五天就是 吃錯東西 吃中毒 15天就是食物中毒 就要吃藥 只有吃藥 第二十五天 是因為吃太多藥 因為吃太多藥 一停了吃藥就不會再舍 一停藥就沒有再拉肚子 所以現在她 開始要給她一個力量 現在要給她有力量 所以她可以自己走 讓她可以走路 現在走路 走就慢慢走 但是她可以自己站起來 感謝主 我每個兩個小時就要起來 每兩個小時就要起來一次 因為她說我要休息了 你要帶我去廁所 你要幫助我 每個兩個小時就要起來 有一次每一個小時 有時候就一個小時一次 因為太熱了 她要喝水 一喝了水就要去廁所 每個小時就要起來 每一個小時都要起來 為什麼她這麼精神 我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感謝主 這兩天真的很好 沒有再麻煩牧師 所以就好好睡覺 今天早上我們要分享的是西門彼得 你記得我們上幾個星期 都是講一個聖經裡面的人物 還記得嗎 在上幾個星期 還是分享聖經裡面的人物 有九月的 有新月的 有九月的 有新月的 上個星期就是 何牧師講到的保羅 上個禮拜 和牧師分享了保羅 這一個星期 我是講的是彼得 這個星期說彼得 西門彼得 西門彼得是很特別的人物 西門彼得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我覺得西門彼得就好像我們每一個人一樣 西門彼得就好像我們每一個人一樣 有人帶他來信主 有人帶他信主 就是他的弟弟帶他來信主 就是他的弟弟帶領他信主 我們看得到聖經裡面有說得很清楚 聖經看得很清楚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彼得信主的時候 就是他的弟弟帶他來信主 看到彼得信主的時候 因為他的弟弟帶領他信主 我們又知道 原來他是住在這個地方 叫做加巴隆 加利利 看到這個地方 住在的地方 是加德隆 加利利 等一下我們會說 關於司徒彼得的兩點 等一下我們會分享 使徒彼得的兩點 我們一起來祈禱 我們一起來祈禱 天父,多謝你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感謝你天父 給我們一個力量 給我們有力量 可以打開我們的耳朵和心 打開我們的耳朵和心靈 還有我們聽得到神的話語 讓我們聽得到神的話語 天父,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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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祈求我們學到的東西 我們所學習的 我們可以利用 能夠利用 還有在我們生命當中 可以怎樣認識耶穌基督更多 可以怎樣認識耶穌基督更多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今早上當我說到西門彼得的時候 今天早上我們聽到 他有幾個生命的亮點 他有兩樣生命的亮點 因為這個人物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個人物真的很厲害 很多事情在他身上發生 很多事情在他身上發生 所以他有很多神蹟在他身上發生 在他身上發生很多神蹟 其中一個我們要知道的 究竟彼得是誰 第一樣要知道的 彼得到底是誰 我知道剛才我跟你講 他在那個地方叫做 加巴隆 在那邊住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叫加巴隆 這個是在那個 加利利河那邊 他靠近那個加利利河那邊 我們知道 原來他結婚了 原來知道他是已經結婚了 為什麼呢 耶穌基督去過他家 跟他的外母祈禱 跟去他的家 跟他的外母祈禱過 我們看一下 《馬太福音》8章第14節 《馬太福音》8章第14節 耶穌基督在他的家裡 見給他的外母祈禱 開業病多著 所以他確實在外母祈禱 那時候他的外母祈禱 那時候他的外母祈禱 但是耶穌基督去到他家裡 幫人祈禱 耶穌基督在他的家裡為祈禱 幫人祈禱之後 他就沒有祈禱 耶穌基督祈禱後 然後害日就走了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彼得是結婚的 所以我們知道彼得已經結婚了 所以他就有他的外母 在他的家裡 所以岳母住在彼得的家 第二件事 彼得很特別 因為在十二個門徒裡面 他是最出位的那個 你看見在十二門徒裡面 彼得是最特別的那個 為什麼呢 你看看六家福音第六章 第十三至十四節 六家福音六章十三至十四 到了天亮叫他們的門徒來 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 稱他們為使徒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 耶穌又給他們起名叫彼得 所以看到聖經在第一個名字 就是西門彼得 不單止就是這樣 在馬可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寫了什麼 馬可福音十四三三 於是帶著美德 雅各約翰同去 就驚雄起來 極其難過 又是叫他 耶穌教著他的名字 哇 他說Yes 每次耶穌叫他的名字 他當然叫他 每次耶穌說話的時候 也是說他的名字 哇 那三個跟耶穌最接近的 又是彼得的名字 原來三個最親密 跟神一起的 就是彼得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 好像你的老師 你讀書的時候 你的老師每次都叫你 啊威倫 好像你讀書的時候 你的老師也教你 威倫你做那個Monitor 威倫你來做你的領導 Monitor是什麼 Monitor 那個班長 哇 第一件事就是 老師叫我做班長 就好像老師 第一個要叫你的名字 叫你做班長 我等一下很開心 做班長 當然很開心 可以做班長 我以前我小時候 我做班長的 小時候 威倫真的做班長 到我去中學的時候 我也是做班長的 在中學時候 威倫也做班長 哇 每次老師都叫他的名字 我每次都做到 我的班最漂亮的 每次都是讓那個 把你最整潔 最乾淨的 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乾淨 可以放在後面 讓人看的 放在後面 最多人關心 找到最多書 放在那裡 不用去圖書館 在我的班裡 就能看得到有書 不用去圖書館 在班裡就可以看書 哇 一聽到 先叫你的名字 第一個叫你的名字 就是你的名字 所以彼得就是 YES 彼得就是這樣 YES 我們是肉組 我們是肉組 有人讚美你 你當然很開心 如果有人稱讚你 當然開心 平時都會說 沒有啦 不是啦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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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說 不是不是 我還記得 我打工的時候 還記得工作時候 因為我跟老闆 真的很好聊 因為跟老闆真的很合得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很有默契 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有默契 別人覺得是什麼 可是別人覺得你 這是契仔 這是拍馬屁的 所以說契仔 這是拍馬屁的 所以很多時候 會有人覺得是這樣 很多時候 別人就會這樣看 但是彼得 每一件事 每一句 一說 我們做的時候 他就先投一個行 所以每次要做事情的時候 彼得是第一個走出來 所以你知道 彼得的人 一喊到他 他就會走到前面 所以彼得就是 如果每次要做事 他就投一個來 他不會說慢吞吞 他不是在慢慢的 他不是那些 做事慢吞吞 他不是做事慢吞 他不是做事慢吞的人 會吃了很多豬油渣 那個豬油膏 進去那個路 慢了 好像吃了很多豬油 那個腦袋也慢了 很多人在說 做事慢吞 很多人做事就這樣 慢慢吞 但彼得沒有 他一說他 他就馬上吞 可是彼得就是 反應很快 他是馬上回應的人 所以彼得 在聖經裡 每次都會叫他名 所以在聖經裡 彼得每次都是第一次叫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五到十七節裡 我們看到十六章第十七節 馬太福音十六十七 耶穌對他們說 西門巴拿拿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不是屬血 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其實耶穌基督問一下他的門徒 那時候耶穌在問他的門徒 那時候耶穌在問他的門徒 究竟你知道我是誰 那時候問他們的門徒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知道我是誰嗎 有些人說你是以利亞 有些人說你是以利亞 有些人說你是先知 有些人說你是先知 耶穌在問 究竟你們覺得我是誰 耶穌就問他們 你覺得我是誰 那個西門彼得 很大聲地說 你是神的意志 那個西門彼得很大聲地說 你是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立刻就說 是 你是對的 耶穌基督說 是 你是對的 你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是因為神跟你講話 因為是神跟你講話 哇 彼得一聽到 又是你 因為彼得聽到 神跟我講說話 神跟我講說話 我很相信他那時候 他跟其他的門徒說 神跟我講說話 很相信彼得跟那些其他的門徒說 耶穌說的 神跟我講話 所以彼得又是一個 YES 然後彼得又說YES 但是彼得還有很多很出名的東西 對 彼得還有很多很出名的事情 其中一個良點就是 他在水面上行走 另外一個就是彼得在水面上行走 對嗎 好像興攻水上飄 好像興攻水上飄 他在亨生 他在水面上行走 因為他在水面上行走 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在馬太福音第14章第28節裡面寫到 馬太福音第14章第28節 耶穌基督說 你過來是我 耶穌基督說 對 你走過來是我 彼得很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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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這樣走上去那個水 他走在水面上 但是因為很大的浪 和很大的風 可是很大的風很大的大浪 哇 蒙端的邏輯全部是很厲害 對 那個大浪就湧上來 他的邏輯就是說 哎呀 我現在站在水 那他的思維說 我站在水上 又有大風又有大雨 又有大風大雨 哎呀 不行啊 不行啊 我當然會浸落水 我很怕很怕 我可能會丟下去 就是這樣去浸落水 就這樣他就丟下去了 耶穌快快扶起上來 耶穌快快拉到水上 這個人物是很特別的人物 這個人物是很特別的人物 他是充滿的信心 他是充滿了信心 為什麼你一當他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 但他馬上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 哇 他蒙端有了這些力量 他很快就有這個力量 就是用他自己的力量 如何走到最正確的 用他自己的力量走在正確的 他想說 是呀 這個是我相信的神 他覺得是 這是我相信的神 但是呢 他也是那個最夠膽的 他也是那個最大膽的 哇 真的是夠膽死的 非常的大膽 你們記得嗎 有一次那個故事就是 那個大祭司的仆人 去捉耶穌基督的時候 他記得有一些大祭司的仆人 他要抓了耶穌 我抓了他的時候 他怎麼樣 立刻就拔那個劍 他要抓耶穌的時候 他馬上拔劍 拔那個劍 一切開了那個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 他就馬上把刀切掉那個仆人的耳朵 嘩 那個耳朵就掉落地下 嘩 那個耳朵就丟在地上 嘩 耶穌基督就撿起來 耶穌基督就拿起耳朵 把它撲起來了 就把它撲起來了 又看到這個神跡 又看到神跡 所以在彼得的生命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奇怪的神跡 你看到彼得的生命 有很多很多奇怪的神跡 所以說 由這樣你看到 原來彼得的信心當然很大 所以你看到彼得的信心是很大的 但是雖然有這樣的信心 雖然看到有這樣的信心 但是他也是否認耶穌三次 可是他還是否認主三次 記得嗎 耶穌基督跟祂說過了 耶穌基督已經跟祂說過了 等會我們也會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但是彼得也是 當他相信了耶穌基督有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相信耶穌基督然後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哇 他一講道的時候 三千人接受了主 三千人接受主 所以彼得很不簡單 所以彼得是很不簡單 你看《月瀚福音》第21章第18節裡面寫什麼 《月瀚福音》第21章第18節 我實在地告訴你們 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大子 除以往那來 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束上 但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彼得成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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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讀的時候 你不會明白他在說什麼 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因為為什麼 耶穌基督也會說 你年輕的時候 你拿自己的褲袋 因為耶穌基督跟他說 你年輕的時候拿著你的袋子 對 你去哪裡都沒問題 你去哪裡也沒問題 但你路的時候 就會被人拉著手 放棄自己 可是你年老的時候 就會被人綁住 對 而且你愛去的地方 是別人帶你去的 可是你要去的地方 是別人帶你去的 是的 所以在說 他會釘在十字架 意思是彼得會釘在十字架 但十九字架 你讀下去 耶穌基督跟他說 這就是神給他的榮耀 就是神給彼得的榮耀 所以我們看到 哇 原來彼得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良點 所以你看到彼得 他生命有很多的亮點 他生命當中 真的有很多很多神迹 他生命當中有很多很多神迹 由他相信耶穌基督 有很大的信心的時候 他相信耶穌基督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之後 原來用他自己的力量 他不可以達到神愛的 他現在的境界 原來靠自己的力量 是不能得到神愛的那個警戒 哇 之後神如何幫助他 你看到神如何幫助他 然後聖靈大充滿 然後聖靈大大充滿 哇 那時候他們已經不同的人 那時候他們已經是不一樣的人 所以每一個弟兄姊妹朋友 所以每一個弟兄姊妹朋友 當耶穌基督呼召我們的時候 當耶穌基督呼召你的時候 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 當我們接受耶穌的時候 我們真的好像彼得一樣 每一樣事情都有神蹟發生的 我們就好像彼得一樣 每一樣事情都有神蹟發生的 但是呢 有時候我們有戀陽 可是我們有時候是軟弱 有時候我們有很大的信心 我們有時候很大的信心 但是每一個程度 我們又沒有了力量 可是到每一個程度 我們又沒有力量 可是到每一個程度 但是我們需要神的聖靈來 大大的掌權 我們需要聖靈大大的來掌權 就好像彼得一樣 好像彼得一樣 首先是彼得收到他的呼召 彼得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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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開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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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時候覺得好像 劉彼請諸葛亮出來 好像劉彼請諸葛亮出來一樣 哇 要三次 要三個呼召 是安特列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 對他說 我們遇見彼塞瓦了 彼塞瓦回來就是基督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 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要向的兒子西門 他要稱為基法 基法回來就是彼得 Amen 其實希伯立文 他的名字不是叫彼得 希伯來文字裡面 彼得不是彼得 希伯來文字 希伯來文就是彼得 希伯來文是彼得 舊彼是用希伯來文寫的 你知道舊彼是用希伯來文寫的 新彼是用希伯來文寫的 新彼是用希臘文寫的 新彼是用希臘文寫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究竟聖經是怎樣寫的 所以你要知道聖經是如何寫的 當他翻譯出來 我們現在有中文 所以翻譯出來現在有中文 所以他有寫得很清楚 他現在寫得很清楚 彼得本來他的名字就是西門 彼得本來是西門 彼得本來是西門 彼得他爸叫做Jonah 他的爸爸叫Jonah 對,Jonah 但是他們在這邊都會寫 叫做約翰 可是中文寫的是約翰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中文寫約翰 然後有些 聖經裡面寫到 在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第幾節 原來他的名字叫做約拿 所以在馬太福音十六 你會看到他的名字可能是約拿 所以是一樣的 又是約翰又是約拿 所以又是約翰又是約拿 所以我們知道的 就是彼得的名字 有很多名字 所以你看到彼得有很多名字 有時候好像我的名字 好像羅人的名字 有時候有人叫我叫Lawrence 有時候叫我Lawrence 有些人叫我叫丹 有時候叫丹 我姓陳 所以叫丹 因為姓陳 所以叫丹 廣東話是陳 黑話就是青 柯話叫青 附近話叫丹 附近話叫丹 所以叫陳真丹 陳真丹 姓陳的叫陳真丹 姓陳的就是陳真丹 我都會說黑話 但是我會說黑話 也會說客家話 我還沒說過 沒說過 但我不知道 不過很多名字 其實有很多的名字 所以我每次的感觸 我真的很像彼得 有時候也覺得自己很相比 我做事又不會文吞吞 做事不要慢慢的 因為我不會 好像吃了豬油膏 摘著腿 不要動 不要像那些人 腦袋很慢 像吃了豬肉一樣 所以我要很快 去做好東西 所以要把事情快快做完 也有時候很急性 有時候性質很急 跟彼得差不多一樣 跟彼得差不多 所以我看到彼得的生命 我會說 哇 好像我 看到彼得世民其實很像自己 也有人帶我來信主 也是有人向我全福音 我的表姐帶我來信主 那表姐讓我信主 從那裡我們開始覺得 原來神是這樣的 那時候我就知道 原來神是這樣的 所以我看到那個呼召 看到呼召 所以頭上一件事 就是彼得 他的弟弟 叫什麼 安德烈 安德烈 他們本是打魚的 耶穌對他們說 來跟從我 我叫你們得人與得魚一樣 Amen 原來他是漁夫的 原來他們是漁夫的 他們是捉魚的 是捉魚的 有幾個船的 有幾個船的 出去捕魚 他們是出去捕魚的 但是耶穌基督看到這兩兄弟的時候 可是耶穌基督看到這兩兄弟的時候 說 叫他們過來 你下次不用捉魚 你們以後不用打魚了 你就好像捉人一樣 你好像捉人一樣 意思就是帶人來信主 意思就是帶人來信主 Amen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這個呼召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有那個呼召 神其實呼召我們 我們都是好像一個漁夫 但是是帶人來的 我們也很像那個漁夫 可是我們就是帶人來的 所以每個人都有這個工作 每個人都有一樣的工作 第三次就是六家福音第六章 第十三到十四節 六家福音六十三至十四節 讀了天亮叫他的門頭來 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 稱他們為使徒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 耶穌又給他起名為彼得 懷有他兄弟安德烈 又有雅各若汉 非力和巴多羅馬 真的是呼召他們 呼召他們來做其中一個門徒 呼召他來成為其中的一個門徒 不單是門徒 這個就是使徒 不單是門徒是使徒 他就帶神的話語進去那個地方 他帶神的話語來到那個地方 記得上個星期有說 保羅就是帶神的話語給外邦人 記得上個禮拜 保羅就是把這個話語帶給外邦人 但是比特就是帶這個話語給伊斯利的猶太人 所以比特是把神的話語帶給伊斯利的猶太人 記得伊斯利那時候每一個猶太人都是用猶太教的 所以由猶太教變成基督教 所以從猶太教變成基督教 所以彼得要有很大的工作 所以他要帶每一個猶太教的猶太人 他要帶每一個猶太教的猶太人 來接受耶穌基督 來接受耶穌基督 變成基督教 變成基督教 他不僅僅在那裡停 他不知道在那裡停 到現在為止有很多伊斯利的猶太人 到現在為止有很多伊斯利的猶太人 不是有那個猶太教 還是猶太教 所以那個工作是不會停的 那個工作是還沒停止的 是要繼續的 是要記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種東西 我們學習得到的就是那個呼召 所以第二件事情我們學習的就是呼召 因為有人帶我們來信主 有人帶我們信主 我們現在有了那個呼召 我們也有了那個呼召 那個呼召就是要我們繼續帶更多人來 那個呼召就是讓更多的人來信主 就好像何牧師說的 上個星期 就好像何牧師上個星期所說的 一人帶一個 一人帶一人 教會坐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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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人帶一個 一人帶一個 其實也沒有很多 其實也沒有很多 一人一個而已 一人一個而已 所以我鼓勵 每一個大兄姊妹朋友 每一個弟兄姊妹朋友 一人帶一個 一人帶一個 教會就會坐滿人 教會就會坐滿人 Amen 另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第二件事就是 神在彼得的生命中的工作 所以看到第二件事就是 神在耶穌生命上所做的工作 怎樣彼得可以歸信於神 怎樣彼得可以歸信於神呢 不單止歸信於神 他同樣有個見證 他看到的見證 不單是歸信 還有那個見證 這些全部可以令到 彼得更有力量 這樣彼得可以更有力量 給每一個大兄姊妹朋友 我們都是有這樣的力量 其實每一個弟兄姊妹朋友 我們有一樣的力量 在六家福音第五章第四到十一節裡面寫 六家福音五章四到十一 講完了對西門說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 西門說夫子 我們整夜努力 並沒有打出什麼 但依從你的話 我就下網 他們下了網 就圈著許多魚 網險舍破裂 便照顧哪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 他們在白來把魚 裝滿了兩隻船 甚至魚要沉下去 Next 西門海德漢現就俯伏在耶穌室前說 主呀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 他們的伙伴西彼泰的兒子 雅各若漢也是這樣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們要得人了 他們把兩隻船農了我 就殺下所有的根蟲 了耶穌 Amen 那個故事是究竟什麼 這個故事說了什麼呢 那時候 開始的時候 在六家福音第五章 第四到十一節裡面 在路上福音 五章四到十一 在前部分 就是呢 其實耶穌基督 就跟一班人說道 其實耶穌基督 跟一班人說道 就看到兩個船 在那裡 耶穌基督爬上那個船 所以耶穌基督爬上那個船 然後他繼續說道 因為為什麼呢 很近河邊 為什麼呢 因為是很近那個海岸 所以更多人可以站近來 跟他聽他的講道 要更多人可以站近來 聽見他的講道 所以耶穌基督爬上那個船的時候 耶穌基督爬上那個船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人 就看到很多人 他就這樣講道 他就這樣講道 講完道的呢 講道了 他就站起來 他就跟彼得說 彼得說 彼得你要去捉魚 彼得你要去打魚 他說我們捉了一萬 我們已經打魚整晚了 什麼魚都沒有 什麼魚都沒有 所以他們已經收了那個網 在那裡洗網 我們已經把網收起來 要清潔了 但是因為耶穌基督說 你要走深一點的地方 放那個網下去 耶穌基督跟他們說 你要把那個船 開到水深之處 把那個網灑下去 所以彼得就聽說 因為你是胡子 因為你是胡子 對 我就聽你說的 好 我就聽你的 彼得就是這樣 有信心的人 彼得就是這樣 有信心的人 有些人會說 哇 很難啊 我全部的網已經拿回來了 有些人就很難 只要網自己收回來了 跟聽你說 你又不懂得捉魚 為什麼聽你說 你不會打魚 我整天人捉魚 我打魚一輩子了 為什麼這個人 叫我這個網 放深一點 為什麼這個人 要跟我說 那個網要放深一點 他沒有話語 他沒有懷疑 他聽了他就說 OK 行 他聽了他就說好 他用船去出海 他就把那個船 開到水深之處 那個網就放深一點 那個網就放深一點 哇 一放深一點 很多魚啊 放下去很多魚上來 哇 一抓到很多魚的時候 抓到很多魚的時候 那個網都是爆 快把那個網往前撞破 一抓到很多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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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彼得馬上就跪在地上 那個彼得馬上就跪在地上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夫子 你不要靠我啊 我是個罪人 我是個罪人 當我們知道神是誰的時候 你就會說 啊 我有罪啊 主啊 我有罪 我們全部交託給你 他全部歸屬於神 他們全部追身於神 因為他遇到真神 因為他遇到真神 Amen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像彼得一樣 我們一定要好像彼得一樣 我很相信當我們 真的遇見神的時候 我很相信當我們真的遇見神的時候 我記得當你第一次接受主的時候 我記得如果你第一次接受主的時候 哇 那個是first love 神給的愛 那是第一個出愛 神給的愛 你一相信神的時候 你一相信神的時候 好奇妙啊 很奇妙 因為你說 哇 這個是我第一次接受主 那是第一次我接受主 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 有時候你祈禱的時候 突然見到神 你逃的時候有時候突然見到神 哦 你聽到神的聲音 你聽到神的聲音 當你聽到神的聲音的時候 你聽到神的聲音的時候 哇 你說 是啊 神啊 是的 主 幫助我 幫助我 因為你知道那個 哇 你真的聽到神的聲音 因為你真的確定 那就是神的聲音 那你真的全部東西就會交託給神 你真的會把全部的事情交託給神 每一個大兄智慧 都會有這樣的感想 你也會有這樣的得著 你一定一定會 有一次 有一次 以前有一次 你有見過神 你就像以前曾經看過神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 彼得呢 他不單止 全部交託給神 我們看到彼得不單止 全部交託給神 他同時看到一個見證 他是看見神 我們看看馬太福音 第十七章 第一到第三節 馬太福音十七 一至三 過了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大兄若漢 暗靈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 面面明光如日透 衣上結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 和耶穌說話 Amen Amen 十七章第五節 馬太福音十七五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著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事我所器悅的 你們要聽他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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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避變了個像 耶穌基督帶他們上山 耶穌基督帶他們到高山 彼得、雅各和約翰 彼得、雅各和約翰 三個人就上了山 之後他看到耶穌基督的身體變不同 他們看見耶穌基督的身體變形了不一樣 然後他們看到摩西和以利亞都在他們身邊 他看到摩西和以利亞也在旁邊 跟耶穌聊天 跟耶穌在聊天 那時候 彼得又是頭第一個 彼得又是第一個說 彼得又是第一個說 哇!神啊! 你真是 我們需要做三個坦給你們 然後彼得說我們需要做三個坦給你們 你看到這是神的榮耀 他看到很不同的耶穌基督 他看到很不一樣的耶穌基督 他看到他的身體 這個身體就是以後我們的身體 這個身體就是我們以後的身體 彼得說彼得 就是這麼有的見證 所以彼得真的很相信耶穌基督 所以看到彼得真的很相信耶穌基督 為什麼呢? 他看到很多的神跡 因為他看到很多的神跡 他不單止看到神跡 他也看到見證 他不單止看到神跡也是見證 他看到見證就是看到耶穌基督 他的見證就是看見耶穌基督 不單止看到耶穌基督 也看到以利亞和摩西 他也見證了摩西和以利亞 大家明白 猶太人這兩個人物很重要很重要 你要知道在猶太人裡面這兩個人物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他的心中 在他最新的當中 他看到這兩個人物 他看到這兩個人物 已經足夠了 就算那天死了之後都OK 就算那天死了也OK 為什麼呢? 他看到神的神跡 因為他看到神的神跡 他看到這兩位很大的人物 也看到這兩位很大的人物 就好像看到神一樣 就好像看到神一樣 所以彼得就有這個見證 所以彼得就有這個見證 這個見證可以幫助到他 這個見證可以幫助到他 為什麼呢? 當你有這個見證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有見證的時候 你講話也大聲一點 當你講話也大聲一點 因為你知道說 這是真的 因為你知道這是真實的 人家不可以說你的見證 因為只有你知道自己的見證 只有你知道自己的見證 所以我們每次都是 教導我們每個大兄姐妹朋友 我們要學習 知道我們的見證 所以我們也見到我們的弟兄姐妹朋友 你要知道你的見證 因為那個見證 是很重要 因為你的見證是很重要 只有你知道是真的 只有你知道是真的 因為其他人不能解釋 因為其他人結束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你知道 因為只有你了解 還有當你給的見證 當你給的見證 人家可能說很荒謬 別人可能覺得很荒謬 但是那個不重要 可是那不重要 因為你知道不是假的 可是你知道的 這不是假的 你知道這個見證 是在你生命當中真的發生的 因為你知道這個見證 在你生命當中真的發生了 就像彼得這樣見到這個見證 所以令到他更有的力量 第三件事就是看得到 哇! 這麼有見證 這麼有力量 第三件事就看到 這麼有力量 這麼有見證 還是會跌倒 看到 彼得發生什麼事? 彼得發生什麼事? 哇! 他否認耶穌三次 他否認了耶穌三次 因為他很害怕 那時候全部羅馬兵 全部抓了那些人 因為那時候的羅馬兵 抓了全部的人 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要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哇! 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拉他的時候 他跟 哇! 彼得很厲害 跟他拔劍 拉了耶穌的時候 彼得還很厲害 還拔刀 但是當耶穌基督 真的釘在十字架的時候 當耶穌基督真的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哇! 蒙端端的恐懼 在他的心裡 很害怕 突然那個恐懼在彼得心裡 很害怕 哎!我不認識這個人 她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哇!有個女生說 哎!你好像跟他們一起的 有個女生說 哎!你好像跟 自拔人在一起 她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她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但是耶穌基督早早已經知道 可是耶穌早就知道 他已經知道 彼得一定會否認他三次 他也知道彼得會否認他三次 在《穴漢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七節裡面寫什麼 《穴漢福音》第十七、十八 不不不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十一到十五節 《馬太福音》第十六、三十一至十五 那時耶穌對他們說 今天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 因為經常記著說 我要擊打那無人,羊就分散了 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 往加利利去 也說 眾人雖然為你們的緣故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今夜皆提之心 你要三次不認我 彼得說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 又總不能不認你 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Amen 就算他有很大的信心 但他都會跌倒 可是他還是跌倒 好像我們一樣 有時候我們真的有很大的信心 有時候我們真的很大的信心 我們有聽到耶穌基督 神跟我們說話 但是我們有這麼大的信心 我們有這麼大的信心 我們有這麼大的信心 有時候那個懼怕進到心裡 有時候那個懼怕進到心裡 很害怕 我們要逃跑 我們想要逃跑 否認 想要否認 走人 想要逃避 太過壓力 太大的壓力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們一樣 好像我們一樣 有時候我們真的沒有這個力量 彼得也會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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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慾看福音》第十八章 第十七節裡 以及二十五到二十七節裡 我們看到彼得 彼得十八十七 那康門的事裡對彼得說 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 他說 我不是 心門彼得正站在敲火 有人對他說 你不也是他們的門徒嗎 彼得不承認 說 我不是 有大者師的一個伯人 是彼得說到彼得那人的親戚 說 我不是看見你和他在原子裡嗎 彼得又不承認 立即 立即雞就叫了 他都走了 他沒有那個信心 這麼大的信心 看到這麼多的神蹟 他還是沒有信心 所以 弟兄姊妹朋友 給我來說 我看著你每一個 如果我看到你們每一個 不需要害怕 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會跌倒 但是我們有耶穌基督 當我們跌倒的時候 神給我們的力量 再繼續爬起來 神給我們的力量 給我們的基督 站起來 我們每次 尤其是 我們中國人 有時候像我們中國人 我們父母沒有這樣教我們 要自己爬起來 我們父母沒有這樣叫我們 要站起來 是吧 我一次看到一個 西人 有時候看到那個四方的人 在路上看到的 在路上看到的 他教他的兒子怎麼踩腳踏車 他教他的兒子怎麼踩腳踏車 他一踩一踩一踩 說沒有力 他踩著踩著就沒有力了 沒有力了 他就坐在那裡 沒有力了 那兒子就站在旁邊 父親跟他說 你沒有力了 你不用回家了 你沒有力的話你就不要回家 繼續爬起來 又再踩腳踏車 那個兒子就站起來 繼續踩腳踏車 哇 那個弟弟就是 我沒有力了 那個孩子說我沒有力 我真的沒有力了 我真的沒有力 那個父親就繼續走 放在那裡 就不管他 他沒有變了 他看來看去 那個兒子看沒有任何改變 他爬上那個腳踩 他站著踩他的單車 就踩他的單車 就是這樣 有時候神就是要我們 要頂加那個力量 有時候神就像我們這樣 堅持 鼓勵我們 鼓勵我們 鼓勵每個弟兄姐妹 朋友 當你跌倒的時候 然後 耶穌基督在你身邊 耶穌基督在我們身邊 帶你上來 把我們帶上來 你可以爬上來 你可以站起來 就是 好像這樣 我們講講 彼得 耶穌基督都是愛福福他 像彼得這樣的人 耶穌還是呼召他了 在《月光福音》 第21章 15到17節 《月光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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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對他說 約翁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這樣說 你愛我嗎 就有仇 對耶穌說 主呀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為了我的養 Amen Amen 三次彼得 三次彼得 否認耶穌基督 三次彼得 否認了耶穌 三次彼得 愛耶穌基督 三次彼得 愛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特地 彼得 彼得說這三句話 耶穌基督 是可以讓彼得說這三句話 Amen 這個就是我們的神 這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不要說 哦 跌倒了 哦 爬不到起身 你不要說跌倒了 沒法站起來 耶穌基督 在你身邊 耶穌基督 在你身邊 祂讓你站起來 就像彼得一樣 就像彼得一樣 當彼得說 我否認了你三次 當彼得說 我否認了你三次 他們就 回去做他們的工作 他就回去基督 做他的工作 去捕魚 基督去打魚 如果你看到 《月翰福音》裡面 如果你看到《月翰福音》裡面 《月翰福音》第21章 《月翰福音》第21章 《月翰福音》21 他就是這樣 你就看到他前面 是這樣的 他們全部 耶穌基督已經 釘了十跡 復活了 他們就看到 耶穌基督被釘死的 世界上 耶穌復活了 沒有看到他在哪裡 沒有看到他在哪裡 沒有事情做 沒有事情做 回去做漁夫 回去繼續做他的漁夫 又去捕魚 繼續去打魚 那天他捕不到魚 那天他沒辦法打魚 耶穌基督 剛剛向那個岸那邊 耶穌基督剛好站在岸上 就叫他們 就叫他們 把那個網放在另一邊 把那個網放在另一邊 一放在另一邊的時候 一放在另一邊的時候 又捉了很多魚 又捉了很多魚 彼得就馬上穿起衣服 跳進去河 聽到河裡 哇 立刻游上去河 游游在岸上 然後耶穌基督問 你們吃了早餐沒有 耶穌基督對他們說 你吃早飯了嗎 全部都沒準備早餐 全部都沒做好早餐 因為整晚都捉魚捉不到 因為整晚都帶打魚 一捉到魚的時候 耶穌基督說 帶魚進來這裡煮 耶穌基督對他們說 你把那些魚捉好在自己煮 我們一起吃早餐 我們一起吃早餐吧 這就是我們的神 這就是我們的神 當你什麼都沒有了 但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認為我沒有力量了 你覺得你沒有力量 記得嗎?我講的那個 以利亞的故事 我們說過以利亞的故事 哇 那個神派了天使來 那個神派了天使來 給牠餅吃 給牠有餅 給牠有水 給牠有水 和殺人殺人牠 和好關懷牠 還有安慰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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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亞充滿力量 伊利亞充滿力量 耶穌基督就是這樣 耶穌基督就是這樣 叫彼得過來 叫彼得過來 吃早餐 先吃早餐 吃早餐之後 吃早餐之後 跟彼得說 彼得說 彼得你愛我嗎 彼得你愛我嗎 彼得說我愛你 彼得說我愛你 那你一定要養 養我的小養 你一定要餵養我的養 然後再說 你愛我嗎 你愛我嗎 我愛你 彼得說我愛你 耶穌 那你 牧養我的養 你來牧養我的養 然後再說 第三次 然後又來三次 彼得當然 沒有來犯 彼得又沒有來犯 彼得說我已經說了兩次 我愛你 我已經說了兩次 我愛你 他再問他 耶穌再問他 彼得 你愛我嗎 彼得說 彼得說 你真的知道我愛你 你真的知道我愛你 就是這樣 就這樣 三次他會否認 他三次 耶穌基督回復他 三次耶穌基督回復他 多好 如果我們做錯事情 做錯十次 做錯十次 神跟我們說 我愛你十次 Amen 所以這一個是我們的神 這就是我們的神 不要經常覺得說 我做錯了 不要經常覺得說 我做錯事情 我是一個罪人 我是一個罪人 我不會靠近這個神 我不願意靠近這個神 但是耶穌基督就是 這個很特別的神 可是耶穌基督就是 這麼特別的神 祂要你靠近祂 因為當你靠近祂的時候 當你靠近祂的時候 你不會再做錯事 你不會再做錯事情 Amen 彼得又有這個力量 彼得又有這個力量 他第一樣東西 就是一定要為 他的小羊 耶穌基督說 你要餵他的羊 為他小羊是什麼意思 就是 教導他們神的話語 要教導他們神的話語 因為食物 Mana 因為那個食物 Mana Mana就是那個Word 神的話語 Mana就是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就是耶穌基督 神的話語就是耶穌基督 在約翰福音第一章 因為我講了耶穌基督就是神的話語 就是說耶穌基督就是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就是這個食物 神的話語就是那個食物 這個糧 這個糧 所以你餵他的羊 這個糧 用這個糧來餵他的糧 是嗎 所以他在新相信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餵他們 先相信我們一定要餵他們 餵什麼 餵神的話語 餵他們神的話語 就好像說 我已經接受主了 好像我已經接受主了 我要繼續學習 我們要繼續來學習 當我們的朋友接受主的時候 當我們的朋友接受主的時候 我們可以餵神的話語 我們要餵他們神的話語 因為他是小羊 如果他愛耶穌基督 他就要餵他的小羊 如果你愛耶穌基督 就要餵他的小羊 他愛耶穌基督 他餵他的羊 他愛耶穌基督 他餵他的羊 等著餵他 牧羊他 牧羊是什麼意思 牧羊是什麼意思 牧羊意思就是說 牧羊的意思就是要看著他 牧羊的意思就是要看著他 當他病了 他們去見一下他 鼓勵他 牧羊就是要看著他 牧羊就是要教育他 當他有危險的時候 拿個棍打那個狼 你把棍子打那個狼 打那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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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敵人要攻擊他的時候 你就要過去幫人祈禱 如果敵人在攻擊的時候 你要為他祈禱 要看到牧羊的棍 要彎彎的 你看到牧羊的棍子有點彎 當牧羊的棍子有點彎 當牧羊的棍子有點彎 當牧羊一直吃草 牧羊一直吃草的時候 牧羊走遠了 牧羊的棍子有點彎 是把那個羊勾回來 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就像牧羊的棍子一樣 就好像牧羊的棍子 每一個人 當我們接受主的時候 我們會長大 我們會長大 不只是喝奶 也要吃一些糧 當我們有神的話語的時候 你會認識更多 當有新的朋友 當有新的朋友認識主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神的話語 我們可以給神的話語 給他們聽 就這樣餵養他們 所以有很大的意思 彼得的生命 就好像我們每個人的生命 總結 總結 我們看到彼得的生命 我們看到彼得的生命 有很多很多的神蹟 很多的神蹟 不單止有神蹟 有很多事情可以學習 有很多事情可以學習 由他接受了主 呼召變了門徒 呼召變成了門徒 然後做使徒 變成使徒 做了使徒 使徒就在否認耶穌基督 做使徒還是否認了耶穌基督 然後耶穌基督 帶回來 耶穌基督把他帶回來 之後他們上去一個房間 他們上了一個房間 一起祈禱 當他們祈禱的時候 當他們祈禱的時候 哇!聖靈充滿 我們看看使徒行全 第二章第一到第四節 使徒行全一至四 五順接到了門徒都聚在一刻處 忽然從天上又響聲下來 好將一陣大風吹來 充滿了他們所佐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奔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持的口罪 說起別國的話來 Amen 哇!聖靈一充滿的時候 聖靈一充滿的時候 有很大的力量 當聖靈好像大風吹進來 聖靈好像大風突然衝進來 令到每一個師徒他們全部 讓那個使徒的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每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都可以說方言 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 當他們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們就有那個力量 他們就有那個力量 看到彼得第一個衝出來 他站起來 跟十一個門徒一起 跟十一個門徒在一起 就開始講道 都開始講道 很重要大聲地講 很大聲地講 因為他衝出來 很多人說 因為他們衝出去 跟很多人說 很多人聽到這個道 很多人聽到這個道 在使徒行轉第二章 第十四節 和十二節 使徒行轉十四十一 彼得我十一個使徒站起來 高星說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這件事你們當知道 也當質疑聽我的話 於是領受他的話 就受了洗 那一天門徒約天了三千人 Amen 彼得一講道的時候 彼得一說道的時候 三千人接受主 三千人接受主 哇 神的大能發生 神的大能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聖靈的工作 因為那是聖靈的工作 當他學習了很多的事情 當他認識到耶穌基督 當他認識到耶穌基督 當他有神給的力量 當他有神給的力量 當他那時候還沒有機會 但是聖靈一充滿的時候 聖靈一充滿的時候 哇 那個力量就在那裡 那個力量就在那裡 他們可以發揮了 他們可以說到 三千人接受主 Amen Amen 那時候我們看到 哇 神就好像 那個 徒公那樣 那時候我們看到 耶穌的手 就好像那個 陶瓷 做陶瓷的人 是嗎 是那樣 蒙我們 蒙叫什麼 蒙燥 蒙燥我們 就好像耶穌的手 在蒙燥我們 你知道用那個 用那個泥的時候 一蒙燥我們的時候 裡面有一些石仔 那個 那裡頭裡面是有砂石 有石仔的時候 鳳河師說 那個鍋會爆 如果那個陶瓷裡面有石子 你去燒 那個陶瓷會爆掉 所以當他做的時候 他會把那些石仔 當他燒到這個陶瓷的時候 他要拿著那個砂石 慢慢地來做 他要慢慢地來做 就是這樣變成一個很美麗的鍋 就變成一個很漂亮的鍋子 這個鍋可以裝很多東西 這個 這個鍋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個鍋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個鍋可以放很多事情 所以 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裡面 所以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當中 每一個人 他都是要怎麼來製造我們 所以看到我們每一個生命 他都在燒造我們 在《瑜伏》所書第二章第十節 《瑜伏》所書二十 我們原始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線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是嗎 我們是神創造的 我們是神創造的 所以耶穌基督就好像在我們生命裡面 所以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當我們接受了耶穌 我們要經過一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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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何牧師上個星期有說 這個禮拜何牧師所說的 不是每一個都很容易 不是每一個願意 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但是呢 神可以給你的力量 可是神可以給你這個力量 Amen 神慢慢地創造你 神慢慢地燒造你 你那些不好的東西 好像那些食材一樣拿出來 不好的雜質地拿出來 之後創造你之後 放進火裡燒 放進烤爐裡燒 燒到它 又變成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鍋 從藥燒了之後 就變成一個很漂亮的汁 Amen 今天早上我們鼓勵每個大兄姊妹朋友 今天早上我們鼓勵每個弟兄姊妹朋友 我們生命 可不可以像彼得一樣 我們生命可以像彼得一樣嗎 在這個時候 我還記得 在聖經裡面 當他可以跟很多人講道的時候 彼得在聖經裡面 當他可以跟很多人講道的時候 很多人跟他們聊 有些人過來見他 說你能不能幫我 很多人找他說你可以幫助我嗎 彼得和約翰在那裡說 Gold and silver I do not have 金錢我沒有 金錢我沒有 但是我有耶穌基督 Amen 他很有信心 他很有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聖靈在他裡面 Amen 所以每一個弟兄姊妹鼓勵你們 我們繼續這樣用力 支持每一個弟兄姊妹 鼓勵每一個人 鼓勵每一個人 我們一起來祈禱 天父很感謝你 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知道今天早上 我們學習了很多東西 最重要是知道我們的生命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是你來幫助我們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是你來幫助我們的 我們本來是這個世界 我們在這個世界 但是因為你 是因為你 帶我們入了這個角度 可以讓我們進到你的天國 一個神國的角度 一個神國的國度 我們知道我們沒有這個力量 我們知道我們沒有這個力量 但是我們有耶穌基督 可是我們有耶穌基督 當耶穌基督定在十字架的時候 在耶穌基督定在十字架的時候 他就拿走了我們的罪 他就拿走了我們的罪 我們可以來到你面前 我們可以來到你的面前 有這個力量 有這個力量 和你的生命大大地充滿我們 有你的生命大大的充滿我們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求